1939年9月3日,应发向德国宣战,很多媒体认为这场战争最终会以联军获胜,因为法国有一个王牌武器长达400公里的马奇诺方线,它由钢筋混泥土铸成,包括了5800多个防御工事,墙壁最后处达到了3.5米,可以防范所有的炮弹。 所以法国认为德国即使进攻也会以惨败收场,但是德国却直接兵分两路全面进攻法国,一路通过比利时进行闪电袭击,一路直奔马奇诺防线而来,但是万万没想到,还有一路德国最强主力装甲军团,近奇迹般地穿过森林越过阿登山,从背后闪电袭击的英法联军,而在一周内,法国陆军便已溃不成军。 最终,40万英法联军被围困在敦克尔克,陆地上,溃散的汤米小队试图稍作休整,突然枪声出现,一眨眼的功夫,他们尽数被击杀,只有汤米一人侥幸逃脱,进入最近的法国阵线。 在索命子弹的追击下,汤米来不及感谢再一次快速逃离,此时的他们三面受敌,只有英吉利海峡是唯一生路,然而这唯一生路正被40万人同时分享着。 此时,天空传来德国战机的轰鸣声,一瞬间这里变得混乱起来,随后便是一支英国空军小分队向这里开来,因为路途遥远,他们必须注意战机的邮箱。 汤米因为找不到队伍,被其他等待逃生的军队驱赶,就在四处闲逛时,他发现了同样落灾的吉普森,两人看着刚被德军空袭受伤的士兵,默契地抬起伤兵向逃生的方向而去,只有这样,他们才能越过队伍提前上船。 但结果,船上已经满园,他们又被赶了下去。 为了活命返回英国,吉普森悄悄躲在的防波梯下面,打算在这里等待下一次上船的机会。 汤米见状有样学样,也躲得进去。 此时,上面的海军准将正和陆军上校交谈,包围圈每天都在收缩。 虽然不知道德军装甲部队为什么停止进攻,但仅是德国空军的偷袭,就能将他们一网打尽。 即使丘吉尔说要和法军同舟共济,手挽手一起走,但为了保卫英国本土,他还是决定把军队撤回国内。 因为下一个遭殃的必是英国,紧接着就是全世界。 由于时间紧迫,以及上船条件苛刻,丘吉尔只能期待撤回去三万人,也就是说,将有37万士兵无法回归英国。 转将为了多撤回一些人,只能期待小船转运更多的士兵。 此时,英国国内正在征集民船,前往敦克尔克。 船长道森却清空船舱带着小儿子彼得亲自前往,而彼得朋友乔治也借机跟着他们出发,他也想为国出力,救出更多年轻的士兵。 在半岛,他们救下一名遭受U型潜艇轰炸后幸存的无名士兵。 乔治则今忙递来一杯热水,却被他一手打翻,原来遭受鱼雷的他已经彻底被恐惧控制。 当得知,此船要重回敦克尔克时,他变得愈加惊恐,求着道森回英国,他不想再回去送命。 而此时的汤米正为刚才的秘密而坠坠不安,忽然,天空再度传来轰鸣声,无数士兵只能抱住脑袋,在原地等待生态。 没有人愿意离开,这里是唯一能活下去的地方。 短短十几秒的轰炸,就断了他们还未来得及庆祝的喜悦。 驱逐渐严重受损,准将不得不命令切断缆绳,将破船开出这里,以防下一艘无法停靠。 伤兵随之沉入海底,士兵纷纷跳传逃命,汤米现状也大方地伸出援手救下筋疲力竭的阿里克斯。 乱世求存,为了活命,阿里克斯也没有质疑汤米,然后两人合力救下一个又一个战友。 准将安慰水下的士兵会给他们再找一艘船,听到这句话,汤米和吉普森纷纷将自己打失,跟着亚历克斯重新登上的希望之船。 船上很温暖,有热菜,有食物,喜悦再次充斥着周围,但是吉普森却没有走进去,而是留在甲板上。 炮击让他感到恐惧,极度抗拒狭狭小的空间,他的耳边不时地传来无数的求救声,突然,一只敌军鱼雷俯冲而来,瞬间击中了船身。 船底出现裂缝,海水猛然倒灌船内,无数士兵再度被困,而甲板上的人却纷纷逃命,顾不上船内的人。 吉普森本来也想直接逃走,但由一片刻又爬了回去,最终将舱门打开,一道光突然出现,仿若希望之光。 可就在汤米等人重生的瞬间,一声巨响,整只船彻底损毁,瞬间沉入海底。 海面是一片死寂,只剩下若有若无的求救声。 一只逃生船出现在汤米面前,可是船上已经满员,容不下他们俩,他们只能在水里泡着,跟着小船游回岸边。 远在海洋的另一边,英军战斗机从天空划过,留下美妙的轰鸣声。 道森说,自己有任务,绝不会回头。 无名士兵吃笑道,你只是业余水手,去的也是死。 道森却说,他们老一辈人发动的战争,不能只让后背奔赴战场。 结果,无名士兵突然动手,强行改变航线,却不小心将乔治推下船舱摔破脑袋。 此时难逃一死,乔治说出了自己的梦想。 过去他一事无成,但总幻想能成就大事,最好能登上报纸,让父母为自己骄傲。 而这次上船,就是他这辈子最光荣的事。 听到这句话,无名士兵心头颤动,回到甲板不再吵闹,却也因此没有听到乔治已经死掉的信息。 鲜灰色的海浪拍打着海滩,汤密等人终于回到海滩,回到这个千辛万苦逃离的地方。 生的希望再次被扑灭,他们也没了交谈的欲望,整个海滩上充满了死亡的气息。 西边的法军被迫撤退,防线暂时还没失手,但近在眼前。 昨天遭受攻击后,现在一次只会停靠一艘船舰,即使英国就在眼前,终究是渴望而不可及。 此时每拖一秒,敌人就推进一仗,国内正在征用小型船只,只是不知道有多少人愿意来,是否来得及。 士兵们开始自救,他们三人跟着一支小队去寻找船只。 虽然找到的,但位置在防线之外,也许下一秒就会有敌人出现。 他们只能躲进船舱里,等待涨潮后离开。 等待,让时间变得缓慢。 阿里克斯让吉普森出去看看,吉普森摇了摇头,一言不发。 阿里克斯嘲讽他,西字如今,气氛顿时有些僵硬。 汤米见状便出去查看,发现没有一点涨潮的迹象。 虽然一定会涨潮,但时间是最大的难题。 远处传来枪声,船舱上也出现弹孔,有人想要反击,汤米赶紧阻止他。 根据弹孔的排列,他猜测是对面正在裂枪。 就这样,他们的心脏随着偶尔的枪声颤动。 直到涨潮,大海水也慢慢灌入船舱。 有人想堵住洞口,却成了火把子。 再加上船内积水,导致船只浮力不够,他们中必须有人下船,减轻沉重力。 阿里克斯指向的吉普森,他从未开口说过话,怀疑是德国间谍。 在周围人威胁的眼神里,吉普森开口的,说的却是法语。 为了换取生机,他只能假装英国士兵。 汤米努力为吉普森解释,他是法国同盟,而且救过他们。 可这些话毫无作用,大难临头,没有人顾得上道义。 他们就是贪真怕死,也不想讲什么公平。 他们要活下去,所以吉普森必须得下船。 甚至如果船扶不起来,汤米也要下去。 就在众人准备动手时,船扶了起来。 可是,海水也倒灌得厉害,他们只能弃船而去。 天空中,英国战机遭遇的德国战机。 接触巧妙的配合,他们成功击落敌机。 但队长也因此坠毁,一号战机油表也被击坏。 二号劝他回去,但他不想就这样撤离。 打算透过二号的油表来估算自己的燃料。 很快,又一队德国战机出现,他们打算轰炸扫雷舰。 二号选择主动出击,瞬间击中一架,但自己也被击住。 海面风平浪静,他决定迫降。 虽然一号的燃料已不足,但他还是决定去拦截敌机。 船上的彼得看见又一架敌机被毁,兴奋异常。 可当看见油军一号也冒烟了,他又开始提心吊胆。 道森决定将坠机的一号靠近。 海水正在涌进,一号努力想打开机舱,但舱门被卡住了。 他分力挣扎却没有效果。 很快,他整个人被海水推没,只能用仅存的力气继续敲打舱门。 玻璃突然被敲碎,一号趁机爬出,外面是拿着鱼枪的彼得。 他努力保卫的人民,在此时救了他一命。 海滩上,唯一的驱逐舰已经到了,带着士兵离开。 准将看着驱逐舰送走士兵,依旧满脸凝重。 东边的沙丘接近尸首,剩下的人生机渺茫,他有些沮丧。 海面上阴影点点,他用望远镜查看,然后露出的微笑。 他们无法回家,家便为他们而来。 无数渔船正跨过海峡,向这里的士兵前进。 舰上的士兵看着渔船,发出的热烈的欢呼。 他们已乘坐的小艇进水过多,所有人只能弃船。 当他们游出海面时,远处出现了道森的渔船。 待机又慢了出来,道森只能加快救援。 在火焰燃起之前,他想要尽可能多救些人。 他们在游海里奋力前行,敌军轰炸机在天空盘旋。 法瑞尔呼吸开始急速,他面临着两难的局面。 燃料并不充足,继续追击未必能顺利回去。 看着努力救援的渔船和挣扎求成的士兵, 他还是推动推进器,继续向前。 不少士兵已经被彼得救上了船,为了救下更多人。 他们只能向着船舱走去。 彼得叮嘱他们小心些,乔治在下面睡觉。 然而士兵告诉他,乔治已经死去的。 彼得愣了一会儿,让他们不要动他。 无名士兵开口询问,那个男孩会好起来吗? 彼得看了他许久,点头说会,他终于放松了一些。 天空中,法瑞尔摒弃宁神终于将敌机击落, 而敌机却向着游海中的士兵坠落。 爆炸的火焰引燃气游,海面瞬间成了一片火海。 此时的士兵要么被火海烧死,要么在水下溺死。 只有侥幸逃过的士兵求着把他们带回家。 大战过后,满是疲惫,所有人陷入的沉默。 法瑞尔的燃料耗尽,他只能在敌区降落,他引燃的飞机面色从容。 海滩上的士兵已经撤离得差不多了,准将十分开心, 但他决定留下来等待,等待一直在作战的法国士兵。 白发老人在路旁准备的热茶和食物,夸赞着经过的每一个人。 一个士兵忍不住开口,他们只是活了下来。 白发老人告诉他,这就足够了。 火车上,阿里克斯泪水直流,他为自己的行为而羞愧。 他们也没有说话,他内心十分复杂。 在彼得的努力下,乔治登上了报纸头盘。 丘吉尔为此次作战发表演讲,战争并非靠撤队取胜, 但这次撤退却是一次胜利。 这次撤退只是为了更好的作战, 即使大部分家园已被占领,即使他们饥寒交迫,绝不投降。 他们会不惜一切代价,浴血奋战,保卫国土。 战争可以在你愿意时开始,却不在你愿意时结束, 想成为英雄,被万人铭记吗?去战场。 想受尽折磨,见证无数丑恶吗?去战场。 那些宣扬战争的人,忘记了人类在战争中的弱小, 忘记了生命被吞噬的残酷,忘记了生机被阻碍的绝望。 人们夸赞英雄,并非因为他们无所畏惧, 只是他们在畏惧中仍然奋勇作战。 如果一定要在战场上寻找光亮,那只会是战争结束时的眼泪。 那些因枯燥无谓而抱怨生活的人已经忘记, 这正是英雄们梦寐以求的生活。 那些因一时之气而宣扬战争的人不会明白, 和平是用了多少鲜血来交换的。 好好生活,远离战争吧。 好了,这里是老景欢迎,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 感谢观看